未经失恋不懂爱情 未经失忆不懂人生 在我看来 一个女人如果真正爱一个男人 会陪她走过那段幼稚的时期 陪她慢慢成长 虽然这样做 极富危险性 但是 如果这个女人是真正爱她的话 她会付出 因为这就是爱的代价 但如果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生的话 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慢慢地成长 让自己更可能地面面俱到地 去保护对方 所以说 其实你们两个人 我的意见也是根本不是 我几乎可以断定 这个女生如果在找了你所为 认为的那种成熟的男性的时候 一定会怀念 当初这个男生带给你的热烈 而这个男生如果继续和你相处下去的话 肯定日子也会越来越惨 但是坦说的来说 我挺喜欢她的性格 如果从青春的角度上来说 青春是无处安放的 她必须要燃烧 她倒显得纯粹一点 她爱就爱了 赌就赌了 闹就闹了 因为她毕竟年轻 我想最初你找她的时候 也是喜欢她的青春 喜欢她的个子威猛 高大 甚至有点幼稚的那种可爱 但是现在 你又想要那种成熟的 但是你真正要到成熟的时候 你又会怀念她的青春 所以你 会比她 过得更加苦恼一些 还是那句话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人才 在别人那 她可能是个大宝贝 所以你们还是分开 寻找适合自己的人 谢谢 谢谢陆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其实生活本身是挺纯粹的 没有对错 你追求你的那个没错 他追求他的也没错 你明白吗 可是 如果这个人不欣赏你这个 这一切不都显得特别荒谬吗 我就在想 就是幻觉啊 就她在说她的种种时候 突然在想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女孩子 突然应该记得吧 每个情人节 她都要过 跟你一样 每个情人节 她都给男朋友送礼物 也要求男朋友回送她礼物 每个节日也一起过 我在想 如果你要是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你们俩是不是能够特别幸福呢 应该会的 人不对的 没有什么对错姑娘 提醒你啊 谈恋爱一定会失败 就是很少有人说谈一个就一辈子 特别少嘛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一样 把她当成一个人生重要的经历 留下来 这个经历的名字叫挫折 我特别希望今天门在打开的时候 你能够像一个男人 青春期的男人那样 有点刚性 你不要我了是吧 那我走 有一天好了 我再来追你 这大概也是老师们所说的 沉下来 先活出自己吧 好了 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看看怎么选择 都冷静下来 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之前做的是我不对 给你了造成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机会 我会努力变得成熟 希望你能够一些时间 陪我一起走过这段日子 我现在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你说你会改变 我等了这么久 你都没有变 我也等不了 我再考虑一下吧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没有 明白了 听明白姑娘的意思了吗 是能的 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痛死了也得往前走 不走回头路 记住这话了 谢谢两位 请回 来请关门 一队有两岁年龄差距 女生比男生大 一年多恋爱的情侣 我相信在他们未来生活当中 今天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打点日 过去那段东西 有可能变成他们 共同的一段经历 也有可能变成他们一段 共同的财富 他们自己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们留一些时间 给他们去思考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一摇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 抽取现金卡 这一对情侣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女生还是那么坚定 亦或者给男生一个机会 下面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